伏兴新生系列细雪本草 是由径牌有限公司全力支持 这里就是李时珍的墓园 每日来这里纪念他的人都是很多 称他为医中之性真是当之无愧 是的 后面那段话就是当年 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先生 代表国家政府对李时珍做的评价 医中之胜 后面就是李时珍夫妇的墓 还有李时珍父母的墓 李时珍灵园占地面积近80畝 1982年国务院将李时珍墓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且精心修策 成为一个亭台错落有志的 仿名建筑群 在纪念馆里面 还收藏了非常珍贵的 本草缸木刻本 我们中国传统的经典著作 好像论语和本草缸木在日本都带来很深远的影响 尤其在明末本草缸木在日本流传得很广泛 当时由于日本人 他们都是用汉字的 所以就不用怎么翻译 就只是用一些翻黑版 这些我知道是教授你的珍藏 你看这个是中国清代顺治年间的一个版本 与那个同时代 今天我带来了同时代的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顺治年间的三个版本 都是日本人刻的 它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加了它一些片假名 所以说证明了一点 当时日本的医药界出版界是争相的翻课 世界各国对本草缸木都有不同的语言翻译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若瑟 对他就有很高的评价 认为他的本草缸木 是中国明代科学界的一个巅峰之助 我们下期见 。